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各位家长对小朋友的语言发展都很有兴趣 不如我现在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进程 在六个月开始 小朋友已经进入一个硬硬学乳的阶段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小朋友发出的声音未必有特定的意思 但是去到九个月开始 小朋友会慢慢开始有意识地模仿家长的说话 去表达一些特定的意思 例如可能会有巴 去表示爸爸 或者他熟悉的人 但是同时小朋友也可能会发出一些 好像外声话的说话 去联集他们的发音技巧 到接近一岁 小朋友就真正开始发出一些有意思的单字 例如很多时候小朋友都会说出一些 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的字词 还有 去到岁半的时候 小朋友就会慢慢开始 去掌握到一些两个词语的短句 例如是 妈妈抱 我吃 这样 在这个阶段 小朋友的词会发展也十分迅速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 我们只需要教小朋友一两次 他就已经会学会到一个字词 在一两岁开始 小朋友就开始会说一些 稍为完整一点的句子 例如我想吃面包 我要去街街 去到三岁 句子就会越来越长 例如他们可能说到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去超级市场 宝宝画相对也会说少了 取而代之 就会变成成人的说话 例如包包会变成棉包 奶奶会变成牛奶 在三岁开始 小朋友也会开始描述到一些 简单的事情 去到四岁 小朋友就开始 可以用到一些复杂的句子 例如有连接词的句子 例如因为我很饿 我想吃面 所以我想吃面包 去描述一些事情 在这个阶段 小朋友开始可以说到一些故事 去到五岁开始 小朋友就应该 语言发展接近 是完成的 可以说到一些 比较细致一点 和完整一点的故事 首先家长需要 调节一下自己的说话速度 不要太快 让小朋友容易接收和模仿 另外家长说话的时候 声调也需要尽量夸张一点 去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和尝试跟随小朋友的喜好 让他们自由地表达